給我 給他看 巴西蛋 雞蛋裂開後 卻不見蛋黃跟蛋白 而是黑媽媽一片 讓男子好傻眼 想吃顆荷包蛋 結果被嚇壞 記者趕到場拍攝 還能看到蛋殼有黑點 甚至現場直擊 楊先生剩下的雞蛋 不僅成異狀 味道也很難聞 你們不去追究責任 你們光要把事情 推到老百姓身上 老百姓就該死 我人都出來還假新聞 家來抓我 楊先生表示 自己在附近雜糧行 購買的散彈 記者來詢問店家 老闆也秀出雞蛋的檢驗報告 表示每兩天進貨 是國產雞蛋 掃QR Code就會跳到溯源平台 上頭產地跟業者名字 都能查得到 對 那你如果是說蛋白會比較水難免的 這顆就是不行的 天氣熱的關係 店家也隨機拿雞蛋現場實驗 打出了一好一壞 但沒有綠黑色 表示民眾有問題 都能拿回來更壞 因為日前網路瘋傳綠黑蛋 農業部為了防止假訊息散佈 二十七號到中正二分局提告 警方也在八小時後 巡線通知發文的謝姓男子道案說明 他坦誠有貼文 表示雞蛋是在新莊的連鎖超市買的 最後遭防害民運送辦 只是進口蛋正義延燒 如今國產蛋也出現臭綠黑 農業部已經介入了解 但結構前沒有做出回應 恐怕風波還未平 恐慌又在起 三線網路瘋加狠台北常報道